动物大学百人单车环岛活动迈入第11届 由西向东展开为期10天将近1000公里的单车环岛挑战 4号是来到了花莲 在花莲校友牵线之下 透过老家协会安排拜访长者关怀活动 期盼让环岛骑士除了锻炼耐力跟体力之外 也可以加深对这片土地的认同和情感 动物第三里挑战在一起 动物大学百人单车环岛活动迈入第11届 今年主题十一住行风雨同行 有学生事务长林三清带领学生约130名骑士 由西向东逆时增展开为期10天 近1000公里的单车环岛挑战 4日来到花莲 在花莲校友的牵线下 与花莲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合作 安排长者关怀活动 体验后山长者的生活故事 祝你生日快乐 一个人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生活 然后其实我们送给他蛋糕的时候 感觉到他还蛮开心的啦 就是然后我也感觉到蛮温暖 就是他开心我没开心 就是用我们自己能够尽的微博之力 然后可以回馈生活 我觉得是环岛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已经是第11届单车环岛 那大概每年的天数不太一样 像今年第10天左右 那也有更长的 那我们透过单车环岛 让学生去体验一种所谓 这种困难的挑战 然后超越自我 我觉得其实我们过程当中 其实遇到非常多的挑战 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有摔车的 有抽筋的 有生病的 那其实我们感受到说 没有人放弃 即使我今天受伤了 我稍微停一下 我还想再骑车 动物四里计划 包含第一里探索先生定上辅导 第二里以露营方式寻求互助合作 这次第三里挑战在一起 2月24日从外双西校区出发 预计3月6日返回学校 完成围棋时天的骑程 让学生在过程体验困难的挑战 超越自我 增加学生在生涯规划中 能有更不同的视野 也透过和长者的面对面互动 感受后生长者的处境 同时激发照顾边缘弱时的爱心 记者长帮演 华林师报导